Good morning in Taiwan 欢迎加入第二小时的早安进行事 我是潘兆文 今天开始带您关心的是全球大头条 我们一起来国际中心的主播李怡洁 加入我们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九十六岁辞世 那么英国举国哀痛 那么继任新君主之后 发关注的是英国会有哪些改变呢 是的哦 英国英王在位七十年 他的肖像遍布了邮票印币和纸币 未来新的护照可能也会换新 那听起来改变蛮多的 不过英国女王世事各国领袖 也纷纷表达哀悼之意 美国总统拜登就说了 圣赞女王定义一个时代 并深化美英两国基石 并下令了白宫以及联邦机构 要降下半旗 全球大头条 我们首先就要来带您关心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在英国当地时间的八号驾崩 想骑瘦九十六岁 那我们知道过去英国王室成员过世 都会以特定的代号来传递秘密消息 那英国政府这次也预先 尼托的代号叫做伦敦桥行动 预告接下来会有一连串的动作 像是稍早驾崩这天 叫做D-Day 包括白金汉宫大门 已经挂上关于英国女王驾崩的 正式公告 包括像是内阁办公厅 也都会以电子邮件 来通知各层级的官员 女王的死讯 那包括像是白金汉宫 还有唐宁街等机关 也都会像这样降下半旗来表示哀悼 然后包括像是英国政府或是王室网站 也都会像这样子上方显示黑色横幅 来传达女王驾崩的讯息 那据D-Day之后的D-Day加一呢 预计将召开登机会议 宣布查尔斯王子来继位 据王国会也会暂停议事十天 据当天当地下时间的下午三点三十分 首相还有内阁官员也会来觐见查尔斯国王 而据D-Day加二呢 女王会从他生前正在避暑的苏格兰全宝 来引领到白金汉宫 包括像是首相特斯拉等人都必须来引领 而据D-Day加三案查尔斯国王会启程 来巡回访世全国 一路到D-Day加五 女王会从白金汉宫 引领到西敏宫 展开三天的追悼仪式 来提供英国民众瞻仰怡荣 最后在D-Day加十 在西敏寺会来举行我们的国葬 雷常伴父亲乔治六世 还有菲利普亲王 那其实我们可以稍微把时间往前推点 来看一下过去二十四小时 究竟是发生什么事了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其实前天还才刚在苏格兰的巴尔默勒尔堡 来任命新任首相特拉斯 没想到昨天是传出消息了 说英国女王身体欠安 不能参加跟书密院顾问团的会议 因此包括姓名王室成员 昨天是紧急搭乘专机 来抵达苏格兰来探视女王 包括像是查尔斯王子 还有妻子卡蜜拉也都有前往探视 还有孙子温脸王子凯特王妃夫妇 还有这回人正好返回英国的哈利 也都在前往庄园的路上 那其实当地时间的中午十二点左右 白金汉宫有罕见发布了声明 说女王其实状况还OK 只是建议要医疗监督 所以留在城包里头 直到下午三点 再有王室成员的专机 是紧急抵达了苏格兰 威廉王子也驾车来前往庄园 最后大约是在晚间六点半左右 白金汉宫是降下了白旗 半旗在栏杆上挂上的公告 正式宣告了女王驾蹦 那我们知道女王长子 现年七十三岁的查尔斯 将自动继位成英国国王 第二任妻子卡米拉 也将成为王后 查尔斯今天也以英国国王的身份 来发表了第一份的公开声明 哀悼母亲的离世 至于王室也证实了 新君主正式头衔 叫做查尔斯三世 稍早也由英国新任首相特拉斯 来正式宣读 God save the king 天佑无王 我们都会被疯独到 这些消息的消息 我们刚才听到的 宫尔斯的宫尔斯 是一大凶的霍尔斯 是一大凶的霍尔斯 和世界的霍尔斯 是一堆的霍尔斯 是一堆的霍尔斯 上的霍尔斯 我们的国家 是一堆的霍尔斯 下的霍尔斯 霍尔斯 是一堆的国家 今天是因为她的霍尔斯 rule second thing queen elizabeth the second provided us with the stability and the strength that we needed she was the very spirit of great britain and that spirit will endure she has been a personal inspiration to me and to many britons her devotion to duty is an example to us all it is a day of great loss but queen elizabeth the second leaves 是新共iny大将军, 这次是王子丫的死亡, 我们感谢死她的死亡, 我们必须把他带来的自由 希望甘其责任, 他现在带来环境, 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英国首相特拉斯 除了在唐宁街10号的官邸外头 来呼吁国人要来团结 支持查尔斯 也表示了女王的精神长存 而且从画面中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了 女王驾崩的当下 其实是有非常多的英国民众 是涌入了白金汉宫的外头 来悼念英国女王 甚至还有民众是在现场高唱国歌 来纪念女王 另外像是温莎城堡外头 也有非常多的民众 天都还没有亮 就拿着鲜花还有蜡烛 放在城堡外头来哀悼纪念 伊丽莎白二世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稍早民众的说法 I don't really know what's going through You know it's just a sad day for us all today And we've all known just one queen You know she's a person we've always looked up to 好其实我们刚刚可以看到了英国民众会这么伤心 不是没有道理女王在位已经超过七十年了 其实是全力的来投入王室的公务 充分展现鞠躬尽瘦后裔的奉献精神 那其实我们可以稍微回顾一下女王的一生 1926年4月21号伊丽莎白二世出生在伦敦 在21岁的时候和希腊王国的王子菲利普蒙巴顿 在西闽寺举行了世纪的大婚 并在1953年也就是他27岁那年 在西闽寺加冕登基 2015年9月9号他超越了高祖母维多利亚女王 在位63年7个月的记录 成为英国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也是世界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女性君主 不过2021年的4月9号 夫婿菲利普新王以99岁的高龄辞世之后 女王的身体其实开始有点微样 今年2月更传出二度确诊新冠 直到今年的6月登基70周年 英国举国是第一次庆祝白金喜 最后在9月8号辞世 那我们可以看到了为了纪念女王 法国巴黎地标艾菲尔铁塔 昨天晚上是暂停了闪烁来席登 来悼念女王 总统马克宏第一时间也向英国王室和人民致议 至于美国白宫也降下半旗 总统拜登则赞扬 伊丽莎白二世不仅是名君主 更定义了一个时代 是一位具有无与伦比尊严 坚定不移的政治家 拜登还说了女王在70年期间 见证人类史无前例的进步 还有尊严进展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秀大头条 我们把时间交换给主播 请不吝点赞扬